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然后一顿很垂,排名直线下滑,收录页面大减,你想要回钱,钱都到了口袋里,能那么容易要回来吗?市场上很多谷歌、SEO服务商推出的保证排名或者快速排名的服务,特别是所谓快速,基本上都是采用黑帽SEO手法,或者多多少少很隐晦地掺杂了一些黑帽手法获取排名。 即便取得意识效果,也难以持久。 实际上,SEO服务商给你的效果,时间上都是滞后的,做完之后,至少三四个月后,你才能效果究竟如何。 所以宣扬快速的,本身就带有欺骗性质,而保证有流量。 这个最简单,直接从流量平台购买流量,很便宜。 我认识一个做英文网传的朋友,他主要是做media buy,也就是购买付费的流量,如FB广告流量,以及各类流量交易平台的流量,来跑国外广告商提供的offer来赚美金。 随便花点小钱,几万或者十几万,国外IP访问很容易搞定。 保证寻盘 其实也简单。 直接软件模拟发寻盘。 国外各类免费邮箱一大把,还有批量出售的各种不同域名的企业邮箱账号,成本花不了多少钱。 这么多备用的邮箱,你就算有所怀疑,也没有什么证明,是服务公司做假的实质证据。 反正循环数量是给你保证了,你没接到单,那是自己的问题。 坑四,不去了解你的产品和行业。 有很多SEO服务公司的优化是从纯技术的角度上出发的,而且越来越流水线作业,与你缺少足够的了解沟通,所以不了解你的产品、行业、具体应用领域,甚至你排名时面对的同行竞争者。 我们当然要选技术上过硬的,但是最重要的是,能够真正潜心下来了解你这个行业,研究你的产品、你的关键词。 站内的关键词布局和优化给出细致的建议,甚至还要了解关于你要排名面对的一些竞争者网站的研究。 也就是说,工作必须细致落地,既要考虑站内SEO优化,也要考虑考量不同的关键词的效果、竞争程度、机会等等。 坑五,AI营销和AI开发客户。 今年,在外贸服务的圈子中,突然爆发了一大批打着AI人工智能的噱头。 很多充其量只是实现了一些自动化automatic的功能,就敢宣传使用了AI技术。 吹起来真的是脸皮够厚啊。 要是照这样说的话,那么无数多国外知名的营销工具公司都可以说他们用了AI,比如Buffer或者HoodSuit。 简单来说,很多产品或服务不过是套了个马甲,贴了个火热又唬人的热度标签。 AI主要需要具备的要素,海量的数据,不断优化前进的算法,强大的计算能力,机器的自主学习能力等等。 AI要完成的,是对大量不同用户的各类数据的收集,不断进行机器学习和自我修正,并深层次的挖掘和分析客户的行为在找什么,情景在什么具体应用场景下和需求需要什么等等。 通过大量的计算和算法优化,建立起大量数据丰富的用户画像,并提供明显个体差异化的信息和建议。 而外贸圈子里炒作的所谓的AI营销,本质上只是预先写好的固定的模块化的程序。 这些功能模块比以往进步了一些,实现了自动化。 然后服务商就来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。 其实离人工智能还差了十万八千里。 人家国外行业领先的应用系统服务商还没宣扬自己应用了AI技术呢? 而你还处于追赶国外的节奏,刚实现了一些自动化的功能而已。 就把你激动的不行,领先国内同行的软件系统一个声位了。 弄个好看的用户界面,加上一些自动化模块,套个AI的概念来宣传和招揽生意。 不就这么回事吗?颠覆了行业了吗? 并没有。 至于AI开发客户。 一个道理。 6. 捆绑销售小语种网站。 服务公司说给你做推广方案,给你做多语言的小语种网站。 其实对于多数外贸客户来说也是白白多花钱。 对于服务商来说,只是变一种方式多收你钱。 服务商跟我说,给我附带做5个小语种网站。 说增加Google的收入,要多加8000元。 经常会碰到有学员咨询我这些问题,有没有必要选择带小语种的套餐。 其实我认为,不管是3个语言的小语种站,还是5个语言的小语种站,还是10个不同语言的小语种站。 对大多数外贸用户来说,一点用都没有。 我打个比方,就像是你刚装了WordPress,刚刚建了10几个简单的页面,然后翻译成多个小语种。 复制内容添加了一些网页。 有什么用?增加英文网页的收入量吗? 没有。可能你会说,起码有了日语的、德语的、西班牙语的、葡萄牙语的网页了啊。 哎,这些小语种网页,你不持续更新,增加网页收入量。 大多数情况下,一点排名都没。因为太弱太弱了。 打个比方,你在英语网站的排名上,都打不过别人。在小语种网站的排名上,就更别希望,能有啥排名了。 西班牙语的网站,全世界那么多,你就那么少的页面。你跟别人怎么比? SEO的关键,除了高质量外链之外,也十分看重内容。 创造出一定数量的优质内容,对于排名,是非常有帮助的。 Google的发展方向,就是更清楚的理解搜索者的搜索意图。 分析搜索者在找什么,并提供最高质量的信息。 如果你只有一个,内容很少页面的网站,它根本不会在,竞争激烈领域里,吸引到流量。 甚至在竞争度低的领域,也是。可能在没有竞争的,关键词领域,才有排名。 有没有成本更低,更快速度完成Google排名推广的办法呢? 答案是有的,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,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,在同等常委词条件下,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。 有很多朋友会说,拍视频的成本太高,海量生成不现实,所以,今天推荐一款Seal神器给大家,Cat Video,采用AI引擎,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,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,帮你捕获精准客户。